字幕視頻 ※ 字幕志明 大家好 我是丁操 今天是反彈 一點點 不錯了 盤總還翻黑 想說今天可能再落兩百點 是不是啊 跟昨天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或者是跟上禮拜一樣 你會覺得現在台北股市 走勢就是比較糟糕 跟不上 別人漲的時候 我們好像都不容易漲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是正常的一個整理 這個一直要 我這樣講好了 一直要甩轎 就是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昨天開高走低 然後最後也不拉起來 為什麼政府基金也不拉起來 你會有這種感覺 對不對 所以這一天也是一樣 昨天也是一樣 就是故意要不拉起來 這個拉起來你就不賣了 我說得不聽就是這樣 拉起來你就不賣 你如果把廣達跟技嘉的 那些鬼票把它拉起來 你就不賣了 不過我講對不對 拉起來你就不賣了 沒有把它拉起來 你就受不了 就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最後你心智上就完全失去心心了 那講這個是題外話 這個是心裡面 那我現在目前跟你講 我昨天已經解釋很清楚了 今天是沒有破低 差三點了 但是有沒有破低其實也不重要 我要給你看的是這個 我都用技術面來講 我說就是不會漲 不會漲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 你一定要看清楚 這個是技線 規定就不能漲 對不對 現在 我昨天還跟你講一個連線對不對 這條線不是有沒有支撐的問題 我用這條連線來比較是 全球的資本市場大概都跌到這個附近 大概都這個附近 大概都是這個附近 這個 這一組我就不知道要變什麼了 人家說今天 我現在不知道香港到底是怎樣 今天早上它也是開高走低 那我們跟著它開高走低 你們都很奇怪 算了 不想講這個 這個是到 這個還沒到連線 這個還比較強 對不對 這個我是講那個大的股票市場 就連線 我跟各位講 就算它站得不動 連線也會交叉 它自己會移動上來 它每一個禮拜 每一個禮拜都往上移 它會移一點 每一點都 這個是標準動作 譬如說這個 它會越來越高 這條線 因為它扣底值的關係 它會越來越高 它扣這邊夾這邊 夾這邊 所以它會越來越高 就算它站得不動 如果漲上去當然就是 就直接上去 就像這樣 它就不會下來 但是如果沒有漲上去 一直在那邊橫盤 它自己也會上來交接 這是技術面 一定的 鐵定啦 所以它不必然一定要跌下來 它也可以站得不動 讓均線自己去跟它交接 可以 可以這樣做 因為扣底值的關係嘛 那為什麼我要跟你講連線 平常我不跟你講這麼長的線 連線代表一個長線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很多投資朋友擔心 會不會崩盤 會不會再往下跌 1萬6能不能守得住 會不會到1萬5 投資朋友會有這個擔心 所以我用這條線告訴你 你就知道我的意思 你就其實就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台北股市是一個很小的市場 我們沒有資格領導全世界 所以我們是跟別人走的 不會別人跟我們走 否則的話 我們每天都要關心美國股市 為什麼美國人不關心台北股市 它才不甩我們呢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人家比較大市場比較大 我們市場比較小 這你就了解 因為美國的一個市場 它的漲跌又會影響外資的態度 外資又是台灣股市裡面最大咖 那你又不得不尊重 所以我要跟你講就是說 這個台北股市 10月份沒有辦法漲上去 10月份已經過了嘛 對不對 10月份嘛 這10月份已經過去 它反彈上去到季線 又下來嘛 這很正常啊 為什麼 因為這季線往下走 這還要抗頭抗面 這抗頭 上來就被打 上來就被打 這是正常走勢 兩度都是這樣 所以你看10月份從16 最高點反彈到最高點16825 要掉下來 跌下來嘛 對不對 跌到昨天還是10月份嘛 昨天還是10月底嘛 到15975嘛 跌了800多點嘛 從這裡下來嘛 你看這裡跟這裡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樣 這邊都很強啊 急漲啊 有沒有 利用誰急漲 利用台積電急漲啊 有沒有 因為你為什麼過不去 過去也沒有用啊 因為它還是被打下來啊 因為這一條線太厲害了啊 這壓制力太強了嘛 因為它扣底值的關係嘛 你跑到這裡的時候 它扣底值在這裡這麼高 跑到這裡的時候扣底值也在這裡 這麼高 這邊都比這邊還高耶 這邊都比這邊還高耶 這個位置你看這個箭頭 這個位置都比這個還高耶 這個位置都比這個還高耶 這裡也是一樣啊 這都叫我們 這叫它抗頭抗面嘛 所以這一條線如果我們要轉彎向上 代表中線的空方式一直存在嘛 康陶吧 中線空方式 中空啦 可是月線比較容易嗎 月線啊 這條是月線上上下下 綠色這條線 這代表短線啊 它還是向下 所以現在是短空加中空嘛 啊是什麼 長多嘛 這樣你聽我的意思嗎 有時候平時都這樣 他們會互相牽扯嘛 今天就是短空中空碰到了長多嘛 那長多它會把它打掉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短線在跌 如果季線往上走 就會有人跟你講說 中線保護短線 你就不要再聽到這句話了嘛 對吧 那現在中線沒有辦法保護短線 兩個都跌跌 中線代表季線嘛 季線自己都很糟糕啦 它怎麼保護短線 它沒有辦法保護 它完全是要放手的 因為八頭嘛 抗頭抗面嘛 扣幾支還在這裡這麼高 還在這裡 箭頭還在這裡 雖然沒有這麼高了 但是還是這麼高 那可是從接下來怎麼看呢 11月會不會大漲呢 也記得10月份 大家也說10月份會大漲 我沒有跟你說這樣 我沒有跟你說 我說正義 整理嘛 我一直跟你講整理 你看我節目如果是第一天看 我就說你就不知道我說什麼 如果老觀眾你就知道 我說10月份不會大漲 它就整理 因為扣底值 我一直拿這個圖給你看 你這一座山很難過去了 要讓它時間跟空間 要長時間去調整 它才有辦法來未來挑戰這裡 那漸漸漸漸漸的開始扣底值 已經對多頭有利了吧 上個禮拜對不對 扣底值還在這一根 這箭頭往上推一根 這禮拜是這一根 然後已經慢慢緩和了 這支 但是還是相當高啊 還有16,600點 所以這禮拜還會很辛苦 那下禮拜呢 變扣底這一根了 就慢慢的不辛苦了 一萬六千 對不對 這邊一萬六千八 這邊一萬六千六 接下來就是一萬六千三 接下來都是 這個 這邊的 這邊的位置跟這邊的位置 是不一樣的 這至少差了五百 這個差了一千點 你看這邊一萬六千三 這邊一萬七千四 這差了一千點 所以扣底值它已經緩和下來 所以多頭 一定會把握這個機會 把握11月這個機會 反撲嘛 你沒有反撲的話 你這條線轉不過來啊 你要讓它轉過來啊 轉過來才會像這樣啊 這個啊才會空頭變多頭啊 這個啊 這條線啊 這空頭啊 變多頭啊 這空頭啊 這空頭啊 啊你有這個機會嗎 老師那11月到底有這個機會嗎 當然沒有 機會跌到 機會跌這裡 建立在十月份跌嘛 它也不叫大跌嘛 十月份其實才跌三百多點嘛 沒有很厲害 年跌三個月了嘛 雖然都是小跌啦 沒有像去年這麼恐怖啦 你看去年你看十月份也是跌啊 這邊還跌了四百多點 九月份是大跌啦 去年你不會跌 十月份也是跌啊 跌到一二六二十二十 你不會跌 後來反彈嘛 隔月它就是因為有大跌嘛 前面有大跌兩個月嘛 才會造成下一個月中長紅出來 這漲兩千點耶 這漲兩千點耶 那這一次 11月老師這個11月你看 你這樣看起來 11月就是非常不行喔 對啊對啊對啊 那會不會漲兩千點 你吃得比較壞 為什麼不會漲兩千點 因為它沒有跌六千點 怎麼漲六千點 怎麼漲兩千點 這技術分析就是看力量的啊 你這邊跌了六千點 它才造成最後 往下灌壓這裡以後 造就這邊能夠漲兩千點 這一根長紅可以漲兩千點 它沒有啊 它才跌一點點而已啊 這才跌一千多點而已 這哪一千多點 一萬七千四 現在要漲幾點而已啊 這這五六千點耶 漲幾點這哪有可能漲兩千點啊 但是如果漲個一千點也可以 就很好啦 如果一千點 也不會過高點 誰跟你講要過高點啦 為什麼你每次都要講要過高點 如果漲個一千點 如果11月份漲個八百一千 你知道你會撈回多少錢嗎 如果你做對股票你知道可以撈不少耶 你做對股票可以撈不少啊 我再講一遍 去年的11月為什麼可以漲兩千點 建立在9月10月的大跌嘛 那時候很多股票不是很便宜嗎 那一漲起來可能就三成五成 甚至一漲一倍嘛 便宜才會漲這麼多 如果已經在高檔你怎麼這樣 那再漲一倍兩倍 不容易啦 不是說不可以啦 只有少數股票可以嘛 那同學啊 那我這樣講是不是很清楚 當你有沒有一點信心 那說你股票還沒說 我說股票要做什麼啦 你現在很想要不股票 我現在是跟你說這個意思 說你不要賣股票啦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線上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線上 第三 所有股票代盡一定代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貫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牌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怕大技巧 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代盡一定代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名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這樣了解嗎 你的股票現在是泡麵還是辣麵 應該都是泡麵比較多的 我們也很多股票變泡麵 因為基本麵就不好 說這個就不好 因為我們的股票基本麵也很好 但是就不如泡麵 下個心就是泡麵 如果不用說這麼多 說的比較大 不要加碼攤平 很多人都會建議說 我們要再炒股票加碼攤平 我絕對拒絕 我拒絕說這種事 我沒有再跟你講基本麵很好的 因為你一直講基本麵很好 你就會一直攤平加碼攤平 最後你就躺平了 一發不可收拾 錯股票不對就不對 不可以攤平 你如果多餘的錢 你應該買別黨 你為什麼要弄到那些人股票 如果是攤平這樣 到時候平均成本 你如果要翻斷起來 我就解套了 也不就翻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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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那 一開始就做錯了 還一直做錯 如果有本事 一開始就做對了 不要攤平 就是做錯的人才會攤平 我這樣講對不對 你一開始就做對 你有這個問題嗎 有攤平的問題嗎 沒有嘛 做錯就做錯吧 承認錯誤嘛 所以你說 我今天如果做錯 我就承認錯誤 我不會跟市場爭辯嘛 漲就是漲 跌就是跌 講那麼多幹什麼啦 錢在算贏 你開玩笑 意氣用事 絕對拒絕攤平 拒絕加碼拒絕攤平 如果要加碼 也是賺錢的時候再加碼 沒有在賠錢加碼的 那是不是很奇怪 你的觀念很奇怪 我觀念不奇怪 我就叫正確觀念 如果你的觀念跟我不一樣 是你的觀念奇怪 不是我的觀念奇怪 我就叫正確觀念 這個我很有把握 這是正確觀念 輸錢沒在攤平的啦 輸平走就不會有 輸錢走就不會有 再減碼就不會有 再攤平 你看我如果股票做錯 我絕對不攤平 我只有減碼而已 就是說我沒有全部停損掉 我也一定停損 停損一半以上 何況是我帶會員 我不能讓他們有這麼大壓力 我只有賺錢的股票才會 加碼攤平 加碼不是攤平 加碼就加碼不叫攤平 當然現在也有股票叫拉面 但是一些股票都急急乖乖 我也沒話說 我也不想去批評那些股票 有的是跌升股票 當然會漲 那種拉面 基本面改變 沒有啊 而是基本面不是很好會漲嗎 不一定 這幾個股票基本面很好 財報也很好 就不夠 漲就大了 就算公布財報就會抓到大跌 不一定 不一定 股票會不會漲 跟基本面沒有正相關 大部分都是差的 不是主的 不要跟他講這個 那時候他文貌不是漲嗎 是剛好有人拉上來 有人炒作 如果沒有人炒作 他也不會漲 你不用跟他講這個 基本面很好 或是財報很好 有的股票會漲 有的不會漲 分析師都講那個會漲的 不漲的他就不講 對不對 他選擇性的講嘛 所以財報好 跟會不會漲無正相關 但是分析師一定是找那個 財報好漲的來講 比如說有一檔 一百檔股票 財報有五十檔好 一百檔財報都很好 那漲了五十檔 跌了五十檔 那我們會找那五十檔漲的來講 跌了我們就選擇性忘記 不是都是這樣嗎 我沒有講錯吧 基礎分析最大用處在情緒管理 我來要說股票 不然還不記得說 我們先說這支 我這邊有講 這邊 這邊有講 這支 這支股票 假設你沒有價差操作 你買在這裡 或者是這裡 你買在這裡大概是扯平 抱上又抱下大概被賺了 你買在這裡大概還賺兩塊 但是你不一定買在那裡 如果你不小心買在這裡 或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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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麻煩 對不對 如果你不用價差操作 長期投資來講的話 我這樣講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價差操作 不一樣 不一樣 我這邊要講 所以不管是你做對了股票 還是做錯股票 都是用價差操作 那我證明給你看 要想這一檔以前我先講這個 複習一下 因為這個很久沒講 因為這個是總指標 我一定要講一下 我們這邊1825買進 我這邊賣一半 這裡就賣了 那後來漲上去又跌下來 漲上去又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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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表示我賣了一半 它又漲又跌又漲又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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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賣了這一半對不對 我1825買 2380就賣一半 不是賣2910 那我這邊是不是先賺錢賺起來 2380到1825 差不多賺500塊吧 那保留一半嘛 那為什麼我抱得住 因為我已經先賺500塊起來了 就是100張已經賣50張了 兩張已經賣一張了 叫做賣一半 這個叫做我已經賺錢的股票 我在持有的時候 我一點都不擔心它跌停板 我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可不可以同意 我是講給會員廳的 那現在這個時間裡面 你到底有做什麼動作 我都沒有動作 我只是臉笑而已 我每天都在講而已 講到你很煩 我曾經也有做這個動作 在這邊掛跌停板那天要買 結果差了幾塊錢沒有買到 這裡的時候我曾經要把它回補回來 就賣掉了要回補回來 這個我都已經跟各位解釋過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我這樣做有沒有瑕疵 有沒有問題 我另外一半股票 現在賺了800塊 如果明天跌停板呢 我也不會賣 後天跌停板呢 我也不會賣 再來跌停板呢 我還是不會賣 因為都在我成本之上 我根本無所謂 但是要讓它跌停板不容易 比較有可能漲停板 老師那你這樣抱著的意思是怎樣 表示說你看這裡會突破呢 那當然喔 不然我抱著幹嘛 這個順便 我今天提到這三檔股票 順便講一下這個 因為創意啊 世新跟資源啊 這三檔股票如果不漲 AI股票不會漲 我今天就在這邊有講過 1365買嘛 這邊賣一半 最高賣到1725 我們賣出的價位是1710以上到1725 會員都在看 會員都在看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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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丁超耶 我跟別人不一樣耶 會員都在看喔 是不是 後來下來以後我們把它買回來 100張賣50張再買50張回來 當然就是價格大概 我們大概算起來1450 1445左右啦 不在成本附近 好那我們現在把資源講一下 278 我用假設買100張 345賣掉一半賣50張 不是賣最高最高370幾 我們還不是賣最高的 賺了60幾塊 回測299.5買回來賣掉了50張 又變成100張 上來以後365又賣掉100張裡面的50張 所以現在目前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剩下50張資源 365這邊賺了60幾塊 這邊賺了60幾塊 壓下來以後今天買回 現在還是變回100張 有沒有很清楚 我們今天就做這個動作 我通知我們的會員資源買回來 把賣出去的買回來 賣掉幾張就買回幾張 你賣10張就買回10張 365賣掉150張你就買回50張 你賣掉1000張就買回1000張 假設啦 那我們今天報到這裡 這個 我跟各位講就是說 現在目前 現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要用價差操作 這樣跟我的意思嗎 你說老師 接下來我 我要把他當機投資 把他放的 都不在乎他 明年再來領股息 我反對 我反對這種消極的行為 我絕對反對 我非常反對 我非常反對 你要做價差或是做短線的人 做錯了以後不認輸不認賠 然後一直加碼貪平 然後把希望擺在明年後年去 我反對 我反對這種觀念 做股票不是這樣做的 做股票就是要積極操作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你不會操作來找我 好不好 加入還有Telecom 193008 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明天見